结婚以后你是准备重返职场还是回家做全职太太 从白天鹅熬成黄脸婆 你还愿意做全职太太吗 经典案例资深律师为你解锁全职太太背后那些事 了不起的时代了不起的分享 有请分享嘉宾樊丹 大家好 我叫樊丹 是一名律师 同时也是一位母亲 一个妻子 很高兴来到四川卫视了不起的分享栏目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 女性婚后做全职太太到底好不好 在聊这个话题之前 我要先来一波回忆杀 喜剧之王这部电影大家都不陌生吧 我想妈你养我 我养你啊 多好的男人呀 我相信很多女性观众和网友跟张博之一样 也是感动得不要不要的 人们常说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所以你说现实生活中遇到这样的男人该是多幸福呀 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好男人有没有呢 肯定有 有多少呢 我不知道 真正的婚姻生活里面 能一直靠着男方养着 还过得有尊严的女性 又有多少呢 大家先别着急 我先举个例子 是我亲身今半的一个离婚案件 张先生和秦女士都是在成都IT行业工作 2012年相恋多年的两人结婚了 婚后夫妻俩先后生育了两个孩子 一儿一女真是献傻旁人 因为有两个宝宝要照顾 秦女士完全没有时间出去工作 只有辞职在家带娃 经济收入也完全断了 儿子两岁的时候 夫妻俩开始因琐事发生争吵 加上张先生在公司要应酬客户 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 秦女士于是怀疑丈夫在外面有了第三者 秦女士觉得自己在精神上受到了伤害 于是向张先生提出了离婚 经过多次协商 夫妻两人就财产分割及子女抚养问题 没有达成一致协议 最后来到我们律所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在与他们沟通的时候 我感觉到他们彼此还是爱着对方的 而且我了解到张先生并不想离婚 并且也向我保证他没有第三者 所有的问题都是秦女士意想出来的 她真的希望能挽救这份婚姻 后来我与秦女士交谈得知 从结婚到生育第二个孩子 主要在家里专心相夫教子的她 觉得自己日渐衰老 没有女性的魅力了 再加上张先生的视野蒸蒸日上 于是心里面开始发慌 觉得张先生不爱自己 肯定在外面有第三者了 而且秦女士经常跟张先生抱怨家里的琐事 张先生都不耐烦 秦女士更加觉得张先生不爱这个家了 当我反复询问秦女士 忍心离婚后 让两个孩子分开生活等问题的时候 秦女士坚定地告诉我 她爱她的丈夫 也爱她的孩子 但是如果生活再继续这样下去 自己肯定要疯掉 最后我建议秦女士试着找一份工作 请一个保姆或者把孩子交给父母照看 等融入社会有了自己的收入后 再平等地和张先生交流是否离婚 最终秦女士听取了我的建议 在离开律所的当天就去找了一份工作 现在秦女士已经是单位的销售骨干 有了较高的收入 她和张先生的感情也一直很稳定 没有再提离婚的事情 张先生最初有没有对秦女士说 我养你 我不知道 也不重要 总之秦女士最终做了全职太太 或许是被迫营业吧 说到这里 可能有的姐妹会说 秦女士最终还是保住了自己的婚姻呀 婚后做全职太太没有什么不好呀 但是你品 你细品 秦女士守住婚姻的过程有多难 她全部的爱都给了家庭 但时常还是因为丈夫有应酬而吵架 久而久之 就成了一个怨妇 有段时间她都快自己看不起自己了 所以你问我女性婚后做全职太太到底好不好 要不要做全职太太 个人观点 尊重女性本人的意愿 但是呢 仍然倾向于鼓励女性在婚后工作 为什么有些姑娘选择当全职太太 其目的不外乎想寻求一个安全感 想可以不通过自己的努力 便拥有想要的生活 但是当你选择成为全职太太的时候 便意味着你要依靠别人生活 这时你的婚姻地位就会一落千丈 当你的婚姻岌岌可危时 你除了抓住最后一根稻草 别无他法 这便是全职太太的悲哀 也是全职太太最大的痛 有人说劝女人独立是毒鸡汤 但是让女人失去生存技能 才是真正的毒鸡汤 一个女人是应该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还是主动掌握命运的方向盘 完全取决于自己 我的闺蜜中也有全职太太 我听到最多的话就是 全职太太太太累了 付出很多 回报 却很少 劳动成果也不是很容易体现出来 且经常被视为理所当然 没有人知道你平时带孩子有多累 生怕孩子脱离着视线范围发生意外 也没人知道家务活有多繁琐 仿佛永远做不完一样 你根本就没有时间和好朋友出去吃下午茶逛逛街 久而久而久之 你就像一抹褪色的影子 别人会觉得你是无视生产的米虫 你的发泄和委屈会让别人觉得你是吃饱了撑的 想多了 身在福中不知福 给你已经压力很大的丈夫找麻烦 你吃着别人的穿着别人的还挑三拣四 所有人都觉得你作 觉得你不可理喻 殊不知 你正在一点一点被瓦解 破碎 除此之外 女性婚后做全职太太还有哪些弊端呢 第一 全职太太都是家 菜市场 学校 三点一线的生活 操的心是这个月的水费 电费 开销怎么比上个月多出这么多呢 刚做全职太太的人 他们可能还会保养自己 化着妆出门 久而久之 就变得不修蝙蝠 甚至不洗脸就出门 因此 早早地变成了黄脸婆 可能被男方嫌弃 第二 容易降低自我评价 会认为自己努力读书那么多年 和没读过书的人的社会职责都是一样的 觉得自己没有社会价值 第三 与社会脱节 对男方依赖增强 一个整天面对柴米油盐的女人 很难做到在照顾家的同时提升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因此 年纪越大 越难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 慢慢地会导致生存能力的缺失 从而对男方的经济依赖性更强 同时 男方也不愿在和你分享工作中的事情 认为工作上的事跟你说了你也听不懂 导致双方的交流逐渐减少 这样让男方更容易为自己找一个红颜知己 找到借口 而且一旦男女双方离婚 女方在经济上没有独立的能力 而因男方早已默默地转移夫妻共同财产 女方所获得的财产相对较少 从而导致女方在离婚后的生活将举步为奸 著名作家易书曾经说过 你永远也不要低估某些男人在分手时的冷酷 女人最傻的就是为了家庭放弃工作 要想思想独立 必须经济独立 起码在曲终人散的时候 还有能力养活自己 能让自己有尊严地继续生活 千万别在最好的年纪 把自己吃得贼肥 穿得贼丑 用得贼便宜 在现代经济社会 一个女人想要获得别人的尊重 首先是要情感独立 经济独立 只有独立的女性 才能获得男人和社会的尊重 才能更大程度地实现自我价值 不要因为男人的那一句 我养你 就踏入了全职太太的行列 男人的这句我养你 听上去是特别浪漫 但是多了几次感性 而少了几分理智 无论何时 都要把命运的选择权 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好好爱自己 生活 才能更舒适又舒心